我们国家从总体上来看呢 艾滋病的疫情分布不平衡 设计范围比较广泛 31个省有98%以上的县区 都有艾滋病的病例报告 随着我们检测发现力度的不断加大 和治疗水平的进一步提高 存活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人数呢 在未来一定时期还会增加 我们国家的艾滋病防治 重点聚焦的静传播和消除母婴传播 针对重点地区 重点人群和重点环节 通过加大检测和治疗的力度 我们最大限度的发现和治疗艾滋病病毒感染者 我国是在2004年正式实施 四面关怀政策的包括像农村和城镇 经济困难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提供免费的抗病毒治疗药物 像接受艾滋病咨询和检测的人员免费提供咨询和筛查检测 在四面一关怀基础上 后续又出台了更多的政策 包括五扩大六加强的政策 还有实施了遏制艾滋病传播的六大工程 以艾滋病治疗为例 多次调整治疗方案 目前感染者做到了应治禁止 免费药物目录不断的调整 实现了多个抗病毒治疗药物的国产化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